嗨,我是ASL-Insurance.com的Andrew 欢迎收看新一集的保险知多少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 你为什么买保险 在现在的社会中 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买了保险 但是你们知道 为什么你要买保险吗 大部分人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保障 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要的是理赔 就是自己不想出钱来付医药费 所以他们买保险 那么保险原本的作用就是保障 如果今天你买保险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保障 你已经做对的选择 第二个原因 人家都会说 储蓄 我存了多少年在这份保单 过后会有多少的回酬 是不是有听过有些agent会跟你讲 老板 这个保单哦 他的return好过银行 那return是guarantee的 那么你有想过吗 如果真的是guarantee又好过银行 明天你翻开报纸头条 你就会看到银行倒闭 如果你买保险是为了要储蓄 那么我的建议是建议你最好把你的保障做好了 再去想储蓄 你有时间肯定可以储蓄到你要存的钱 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 我说的是如果你失去了工作赚钱的能力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性命 就等于没有时间做储蓄了 所以我的建议呢 还是买保险 一定是要为了保障 那么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是问题呢 可以在我的面子书上发文 我的面子书是facebook.com slashaslinstruments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电邮给我 andrewlao at asl-insurance.com 我会一一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